温泉日光浴天气降温 动物取暖听有招 是把它的那个门放上门帘的 或者是加上那个电地热 或者是小太阳的那种保暖的措施 公益活动展现一平米的爱 参加了这次活动 你有了什么收获 帮助留守儿童 然后生活更多有益 猎虎无情事考验 平凡小伙赛超人 袖珍入体成悬案 难逢小命陷离身 接下来听张宁跟我们聊喜起 全民一起拍 欢乐大家一起来 接下来再大伙一起看看人家不一样的女吧 观众朋友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的24小时 基本不热信 043188501234 随时为您开通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来关注新闻 羽毛球运动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 全民健身运动 这项运动在我省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金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和金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与你同行全民羽毛球冠军赛 吸引了2000多名羽毛球爱好者的报名 比赛在昨天上午正式开赛 那今天也是比赛的第二天 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长春市蓝城体育的羽毛球馆内 那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18年与你同行金林省第三届全民羽毛球冠军赛 那今天的比赛共会决出11个项目的冠军 共有240余名选手参加到比赛的角逐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12个第10周的一个分战赛选拔 今天进行到了我们金林省第三届全民羽毛球冠军赛的决赛的第二天 今天的所有选手淘汰赛决断相对来说就已经感觉到火腰位比较浓了 因为都是从各地十周层层选拔上来的 本来的选手的水平就较高 而且淘汰赛阶段尤为打的会比较激烈 这次的比赛与一往两届相比 参与的人数更多 组别划分的更为细致 让各个年龄层次的羽毛球爱好者都能参与到比赛当中来 这一次比赛我们是以年龄段划分为5个组别 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到50多岁60岁 就要往年来说 今年的参赛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 尤其是各个十周的分战赛 总体来说近2000多人次参加我们这次全省的比赛 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参加比赛的选手都在积极的备战 大家对待比赛的态度也是非常的认真 很开心然后也发挥自己的水平也没有让家长什么失望 平时打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打得还可以 在今年来这打了以后就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 就是需要继续练习 就收获挺多的 今天的比赛结束后呢 还会有五个项目的比赛会在吉林电池台的演播大厅内进行 那我们也预祝所有的选手都可以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第一报道 星期初冬报道 今天我们第一报道栏目举办了一场儿童跳到市场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买到低价的二手玩具 也可以交换彼此的玩具 既给家长省钱 又培养孩子们节俭自立的性格 那听说今天呢 我们的第一小记者也来到了现场 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我是第一报道的小记者 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有许多儿童正在摊位上卖自己的物品 他们会通过三种方式来卖自己的物品 自由买卖 互换和拍卖 他们卖的钱会捐给品款儿童来买棉衣过冬 互动现场热闹非凡 小朋友们把从家中拿出的闲置物品整齐的摆放在摊位前 热情地向往来的小姑姑推销自己的商品 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小老板 摊位上不仅有玩具 布偶 卡片 图书等等 还有一些小老板在现场卖起了自己的手艺 小老板和小顾客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 充斥着整个货用场地 你到现在已经拍卖出了多少东西 我已经拍卖出三本书 那你卖了多少钱 一共卖了13块钱 就是自己买的是现场的扇子 然后自己在扇子上画着 那你扇子的定价是多少啊 扇子的定价就15 如果我能卖多少就捐多少吧 然后如果卖不出去特别多 我可以再拿自己钱捐一点 活动现场这些闲置物品 都是小朋友从自己家里挑选出来的 他们把自己闲置的物品拿出来赚点零用钱 或者置换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具 或者学习用品 陪同孩子参加活动的家长 也是帮了不少忙 我感觉就是可以让我 就是更加了解一下这种钱的那种运算方法 如果能卖出去这一套书的话 我捐50% 参加了这次活动 你有了什么收获 帮助留守儿童 然后收获更多友谊 比较有信心把哪家物品给卖出去 我感觉这家和这家那个 还有这家那个应该那个能 还有这些面具能卖 跳蚤市场让孩子们既动手又动脑 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主能力 以及与人交往沟通能力 培养了孩子们经营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还增加了亲子间的互动 让孩子和家长都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一天 虽然今天我们的募捐前述并不多 但是希望能帮助贫困的孩子们过冬 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们和大人们加入我们的活动当中 第一报道 曹文家报道 这几天省内的气温骤降顿时感觉到有一些良意 这时候真是恨不得多再穿一点 那这天气人都受不了 小动物面对这样的温度怎么办呢 他们又该如何来取暖呢 咱们通过短篇了解一下 这两天的温度直线下降 很多小伙伴都把一些较厚的衣服穿了起来 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问了 这我们把衣服穿着了 那动物它们是如何保暖 如何应对这下降的温度呢 别着急 今天咱们就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来一群答案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黑猩猩馆 那我们来看看 它们今天是如何准备应对这样的温度的 那这个位置呢 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些小动物呢 就是黑猩猩来自热带雨林 它们可以说呀 是非常害怕寒冷的 猩猩啦 大象啦 河马这种比较怕冷的动物 我们大概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比如说物理的措施 是把它的那个门放上门帘子 或者是加上那个电地热 或者是小太阳的那种保暖的措施 在那个饮食方面 我们会增加那个脂肪和蛋白质 这个物质的摄入量 让它增加体脂肪 能有一定的抗寒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几个小家伙啊 玩得特别开心 那它身上盖的这个呢 就是麻袋 这个啊 也是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给每一只猩猩发一个的 他们呢 也可以用此来覆盖身体 来保暖 那除了这样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在整个猩猩馆的上部 那现在啊 这些猩猩已经从室外展馆 直接进入到了室内展馆 而且整个室内展馆呢 在这个展馆的较高的位置呢 也是设置了整个钢化玻璃 可以更好的吸收阳光 来保证屋内的温度 在室内的环境 可能没有室外的环境大 就是它的活跃程度 不是那么高 所以说我们增加了一些 就比如说攀爬的价啊 让它冬天有意思 除此之外 为了保证这些动物 在室内活动仍能够健康 在饮食上 公园也添加了维生素第三 矿物质维生素 这些营养品 与星星相比 火炼鸟和马就更幸福了 它们的温泉已经就位 随时可根据温度调节水温 我们会买来乘车的热水 给它堆在这个水池子里 让它水温能保持到 零上二十四五度那样 让它冬天过得更加舒适 不同种类的动物 公园会根据各自的特点 为它们安排合适的预寒方式 一些动物也会根据天气情况 由室外展馆展出 移动到室内展出 像一些不怕冷的动物 如很多猛兽 部分食草类 以及部分禽类 仍会在室外进行展出 室内展出的动物呢 游客可通过各展馆内的 玻璃观赏区进行观看 并不影响观赏效果 还可以看到这些动物的 取暖全过程 第一报道 一博声音报道 丈夫开车坠河 生死不明 妻子留下一书 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 是寻了短见 不过令人始料不及的是 丈夫在妻儿死后突然现身 供述了自己假死偏跑的 卷过程 2018年9月19日 湖南新化男子何某驾车失踪 他的妻子戴某花 委托当地自媒体 发布了寻人信息并报警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10月1号 失踪车辆在滋香河中被发现 何某生死不明 10月10日 戴某花在朋友圈留下绝笔信后 带着4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失踪 绝笔信当中提到 她因丈夫失踪备受外界指责 要带着孩子和丈夫一起离去 当地政府得知消息之后 组织人力展开搜寻 10月11日 时时50分左右 戴某花及两名孩子的尸体 在一处水塘被打捞出来 经过公安部门现场勘察 三名死者均排除机械性暴力损伤致死 符合生前溺水死亡 令人唏嘘的是 在戴某花死后第三天 其丈夫何某现身 并且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 10月12日晚间 新华县公安局通报称 郎堂镇晚平村人何某 向新华县公安局 媒院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查 何某为逃避10万余元的网络贷款 于9月7日隐瞒妻子戴某花 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 赔偿金额为100万元的人身意外险 9月19日凌晨 何某利用借来的车辆 在新华县曹家镇成平村滋江河段 伪造坠河现场 制造车毁人亡的假象 企图骗取保险金 目前何某因涉嫌故意毁坏 财务罪和保险诈骗罪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近日一顿北大医院妇产科医生 被孕妇家属殴打的视频引发关注 10月12号北京大学第一院发布通报称 9月22号该院的妇产科 郝英东等三位医生 在值班的时候遇到了患者孙某 及其家属郑某某等三人的无端殴打 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 已经对孕妇的家属郑某某依法行事拘留 考虑到另外一名打人者是一名大一的新生 得到了好医生的原谅 对其采取取法候审 与此同时 中国医师协会和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这个打黑除恶 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 就发生严厉谴责暴力上瘾事件 10月12号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发布声明称 当晚妇产科贺英东等三位医生 在值班工作期间 遭到了患者孙某某及其家属 郑某某等三人的无端殴打 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目前仍在处理中 事件引起公众关注 该院高度重视 在第一时间慰问了受伤害医师 和妇产科全体医护人员 10月13号事情发生20天后 北京西城区警方给出了初步调查通报 经过前期工作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产妇孙某女44岁本事人 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待产 因已超预产期 就能否抛妇产问题 产妇丈夫郑某宇男46岁本事人 在诊室外走廊处 拦住当天值班的妇产科医生 贺某某要求解决 贺医生在解释过程中 郑某宇情绪激动 突然挥拳击打贺医生 贺医生被迫还击 被现场其他人间劝开 随后郑某宇的妻子孙某和女儿郑某蕊 女19岁本事人文讯赶来 郑某宇和郑某蕊 再次对贺医生进行殴打 因考虑孕妇人士安全 贺医生始终保持克制 未雨还手 后被现场医务人员 及其他患者家属拉开 牺牲警方认为 郑某宇、郑某蕊妇女二人 妨碍值班医生正常工作 并对医生进行殴打行为 既侵犯了医生的人身权利 也影响了正常医疗秩序 西城公安分局 已经对郑某蕊依法刑事拘留 考虑到郑某蕊系在校大学生 且对自身行为真诚悔过 并得到了贺医生的谅解 对其采取取保候审 产妇孙某在事发后 第二天产下一女 身体状况不稳定 需要亲人照顾 警方在法定办案实现内 对郑某与郑某蕊 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上 进行的适度考量 对此贺医生表示体谅 13号首都师范大学发布消息称 学校对此事高度重视 立刻启动调查合适工作 经过初步调查 涉事学生确为该校大一新生 学校对受伤医生表示深切慰稳 将严格依照校规校计 对涉事学生予以严肃处理 武汉一位女白领三年前 因为吃了一款减肥药 入院急救 而三年之后 竟然为了减肥再次买药 也再次进了医院急救 小月今年31岁 身高1米6 生孩子后碰到140多斤 三年前第一次网购了 某减肥药 吃后明显不想吃东西 而且晚上也不想睡 体重蹭蹭往下掉 一个月就掉了将近30斤 但是很快 小月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一个月内曾经三次倒地抽搐 口吐白沫 确诊后 医生建议其停用减肥药 停药后 小月的癫痫没有再发作 今年春节后 小月的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抱着侥幸心理 5月初 她又网购了同款减肥药 连续服用两个月后 又三次癫痫发作 因为她觉得那个药减肥快 其他的药都做不到这个样子 医生查看了 小月网购的减肥药 没有药字号批文 连十字号的保健品都不算 是完完全全的三无产品 医生表示 此类药物通过刺激神经兴奋 让人睡不着觉 以维持肌体高代谢 同时抑制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来控制食欲 两箱叠加产生快速减肥效果 长期服用会诱发 多种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甚至出现幻觉等精神疾病症状 如果导致厌死症的话 是可以导致死亡的 医生表示 刺激中枢神经兴奋的药物 是国家早已明文规定为违禁成分 但近年来 不少网购减肥药 大肆添加违禁成分 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同时消费者也应该提高警惕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 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以及被孕的女性 不可以随意服用减肥药 用药前 最好找专家医生 评估药物疗效和安全性 又到了我们今天第一快嘴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要跟我们聊聊 哪些气温趣事呢 一起来看看 您即将收看的是由 吉林银行冠名播出的 第一快嘴 宝尔想分说 天下是巧嘴 到今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嘻笑怒骂 聊古今咱是敬烙 时刻 第一快嘴张云 在这给您行礼了 第一快嘴 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呢 说在前不久 四川大英县的一个车户 发生了火灾 火灾发生之后啊 附近的居民赶宁赶来灭火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 特别的勇敢 他为了搜寻火场 看看里头 还有没有被困的人 第一时间 冲了进去 起火的时间在深夜 当时的火情比较大 车库里一直在燃烧 门从外面打不开 居民们急忙喊人关电闸 家家户户把水桶拿 随后几个人合力把门撬 是门一开 火势瞬间他就变大 此时只见那二楼一小伙 打湿了被子身上大 披着被子冲进了火场 去到里面把人来查 小伙子转了一圈里面的情况太复杂 眼前烧成一片看不到有啥 眼见火势越来越大 小伙无奈只好转身冲出来 消防随后就感到 与居民合力把火灭 大火过之后 发现有味 老人已丧生 让人悲伤 但大火说 小伙子勇敢值得来褒奖 网友说 如果超人不会飞 那他一定也是这个样 下面说的是 近日江西省儿童医院 为一名两岁的男童 取出了其肝脏内的异物 取出之后 医生仔细一瞧 原来这异物竟然是 生锈断裂成五段的 一枚绣花针 九月的一天 一名男童医院来就诊 只因咳嗽的症状日进来加深 医生透入来检查 发现孩子肝脏有异物 不知道是啥 初步看 应该是一个金属物 直接在那肝脏上叉 医生赶紧安排住了院 进一步相关来检查 那三天后 医生为患文进行腹腔镜来探查 又从毡内把那金属异物拔 经历六小时 医生终于将患儿腹部的异物拿出来 定睛这么一看 竟然是绣花针一枚 生锈断裂成五段 只可怜这两岁娃 郡方称 从绣花针来看 在孩子体内的时间可不短 家属表示 对此事他们也是晕头转向 搞不清啊 这根针 怎么就进了小孩子的根 医生说此类手术难度比较大 因为肝脏的血管很丰富 大出血这个品强件 而且针在肝脏内部一游走 一旦进入血管喝心脏 后果将不堪来设想 幸亏家长 发现及时 小孩子手术成功真万幸 这正是烈火无情事考验 平凡小伙赛超人 袖真入体成悬案 难同小命险离身 大千世界的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真心化大冒险 很多人都玩过 如果在某个游戏中输了 可以选择说真心话 或者选择大冒险 完成对方的要求 就这么一个游戏 让渠州市的小学生玲玲 付出了生命 为此 渠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 由男同学陈某的父母 赔偿玲玲死亡损失 四万多元 其他四位同学的父母 各自赔偿一万多元 并各自承担两千至五千元不等的精神抚慰金 去年四月的十九号 十名同学接通知 参加数学奥数赛 来把成绩比一比 当天十人相聚时 有人提出玩游戏 真心画家大冒险 数了不能耍赖皮 游戏规则很简单 普克牌中随意取抽出两张药两牌 花色相同选游戏 如果不说真心话 冒险跳河走下去 两张牌花色相同 这就为输家 如果多人排花色相同同样为输家 将一起接受跳河的惩罚 玲玲 姐姐 陈某 徐某 祝某 吴某等 十个人均为 渠江区某小学六年一班的同班同学 普克牌抽了一圈下来 玲玲和姐姐两个人成了输家 四月二十三号的上午 上述同学到学校补课 十点四十分 同学们补课结束 一同离开了学校 途中陈某提起了前几天的游戏 玲玲和姐姐输了 应该履行赌约 中午大家在饭店吃饭 饭后一起来到了另一个同学 吕某的家门口 此时呢 陈某对玲玲和姐姐说 你们怎么还不跳啊 期间他们又来到了吴某家里玩耍 陈某又说 有本事你们就去跳啊 我会帮你们报警的 这话呀很刺耳 年轻气盛的孩子 哪受得了这个呀 玲玲一再被刺激 同学的面前丢了面 情绪激动到江边 陈某等人是后边站 玲玲姐姐手牵手 顺着台阶入水深 河底长满了绿青苔 滑倒之后被水卷 玲玲矮小时被冲走 不见踪影人难寻 姐姐个高有臣服 好心的村民拽上岸 年仅12岁的玲玲 就这样赌丢了性命 事后的第四天 遗体呀才被打捞上来 去年的11月13号 玲玲的父母将陈某 郑某 徐某 吴某 五位同学 及其父母一同告上了瞿江法院 要求各被告共同赔偿玲玲的死亡损失费 及精神抚慰金71万余元 这才有了开头的判决 玲玲意外身亡 其父母作为监护人 他们的监护存在不足 对损害后果的发生 具有重大过错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法院最终认定 被告陈某承担10%的责任 被告徐某 祝某 吴某 郑某 各承担4%的责任 且本案系共同过世 构成的共同侵权 因上述五被告 均系限制行为能力人 其监护人呢 应分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并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本人是游戏无输赢 跳河逆亡 成悲剧花样年华 薛自护 莫拿生命当儿戏 一审判决后啊 陈某父母提出上诉后 渠州市中级法院 于近日驳回了上诉 维持原判 好了 今天第一块嘴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 下回咱赞 说稀奇 第一报道纵览天下 来看一下发生在国内外的 新闻资讯 日前浙江省境内的上山高速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在10月11号下午 据司机徐某讲述 当天中午 他们一行三人 从浙江省林海市出发 赶回杭州 作为司机的他 和做副驾驶位的朋友 都系好了安全带 后排的朋友丁某 没有系安全带 中途徐某的手机响了 他下意识去摸手机 但是没找到 于是他低头去找手机 朋友提醒他注意安全 他赶紧往右打方向 打算避开中央护栏 没想到方向打得过大 汽车先撞到了边护栏 随即又撞上中央护栏 就在车辆撞上边护栏的瞬间 悲剧发生了 后排的丁某从后窗飞了出去 头部着地当场死亡 而司机徐某也受了伤 左侧手臂骨折 2018年中国杯短道送华 精英联赛13号 进入首个决赛日 冬奥名将武大进 范可欣表现强势 分货男女500米项目冠军 13号南京航空航铁大学 将军陆小区 举行直上云霄 南航称飞直升机主题招聘日活动 两架AC311型直升机 开进大学校园 并带着现场部分学子体验试程 从空中俯盖校园 招聘现场 100多名师生获得了试程的机会 飞机制造方航空工业 昌飞公司表示 让师生们近距离体验直升机 一是为了展现航空工业直升机 近几年取得的发展成就 以希望通过这样直观的展示方式 让更多南航学子了解昌飞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昌飞 为我国航空事业做出贡献 让咱们的航空学子 南航学子近距离的体验 感受我们的飞机 也都增强了我们国家的自信 航空的自信 居沿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蒙俄基纳其北部 是我国第二大内陆和黑河的伟踏湖 据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 由于黑河中上游用水量大增等诸多原因 居沿海逐步干枯 2002年起 中国开始将黑河干流部分水量泄入居沿海 当地生态得到逐步改善 肉水三千汇于此 大漠深处陷避泊 金秋夕阳下 居沿海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本周末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飞鱼节 从12号开始大约30位来自芬兰各地的渔民来到赫尔辛基南码头广场 他们将渔船一字排开 在船头摆起摊位售卖各类飞鱼食品 这些渔民几乎每年都来贩售飞鱼制品 其中最年长的已经80多岁 他们都是采用祖传风法腌制各种口味的美食 据了解 飞鱼市场起源于1743年 近年来则演变为公众广泛参与的节日 目的是让人们品尝美食 欣赏传统工艺 支持古老的渔业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 辽远 吉林东部 通化 白山 沿边西部 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或雨加雪出现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 我省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北风 其他地区有二到三级偏西风 全省各地最高气温会在12到14度之间 和今天相比 气温上略有下降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天气网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多云整晴2到13度 吉林多云整晴3到13度 四平晴2到14度 流远 流远多云转晴1到13度 通化多云转晴0到12度 白山多云转晴0到12度 白城晴3到13度 松原晴2到12度 延吉多云2到13度 长白山小雪0下10到0下3度 梅河口多云整晴0到12度 公主领晴2到14度 浑春多云2到13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稍后内容更精彩 身边人拍身边事儿 自己动手更有趣 这里是全新的板块 全民一起拍 在这个板块里面呢 展示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我们的热情观众拍摄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喜欢摄影摄像 欢迎把您的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当中 一经播出 节目组也会接约您100到500元不等的高筹 如今生活的条件好了 孩子们的玩具也就是多了起来 而且很多的高科技的产品 但是我们小时候手里的玩具啊 就那么一两样啊 一个是这个沙子 另一个呢就是泥巴 特别是用泥巴捏人 特别考验的动手能力 其实捏泥人听起来容易 想捏好不简单 下面给大伙介绍一位高人 人家就是把泥巴捏出了新的高度 在洛阳疫情区内 咱们拍客看见47岁的王润心 正在用泥巴塑造着一个人像 他自己可以在40分钟内 为一个陌生人完成塑像 王润心是河南省洛阳市人 是西宫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室泥塑的第四代传承人 自己是结合祖辈传下来的记忆 加上自己的摸索改进 大胆创新尝试 创造了王室泥塑的独特泥塑技法 虽然是泥塑作品 但是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十一架新已经过去快一周了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意有为进 每天发着各种朋友圈 就是为了炫耀旅游的经历 但有一位拍友 却用他的手机 记录一下一个不文明的现象 想借助我们的平台给大伙提个醒 看看都是什么事 前几天咱们拍客李先生和岸人 一起回老家白城的时候 车刚刚在高速上行驶了一会儿 路上就发生了拥堵 这时候大部分车辆都在行车道上 依次排队 缓慢通行 只有少部分私家车和客车 偏偏走应急车道 还有的停在应急车道 下车拍照看风景 导致后面一辆120急救车无法通过 咱们拍客也呼吁广大驾驶员朋友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 一定要尊张驾驶也给生命通道添堵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接着看新闻 下面来看一组本周的新闻回顾 十一大假之后的第一周 相信好多人都是在工作岗位上 慢慢调整状态当中度过的 相比起能放松身心休假的人来说 这十一期间仍然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 咱们得道一声辛苦了 而且不光人家在岗位上 也在路上的差别 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 人家同样在假期当中 经历着大大小小的危机时刻 对医生来讲尤其如此 十一假期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来了一位小患者 这孩子吞了一个 一元钱硬币大小的圆形钮扣 十月五号晚上二十一点左右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静科来了一位四岁的男童 这小孩今年下午 在家三点逗中的时候 玩的时候 吞噬了一个铁式的圆形的钮扣 当时脱完的症状 当时就是恶心有吐 我们家长非常着急 去当地医院 但是当地医院可能是没法 对这种急诊进行及时的取出 我们就打车 建立五个多小时吧 来到我们医院 我们即时就诊 经过X光检测 发现圆形钮扣 有一元硬币大小 正好卡在孩子的十道入口处 考虑到义务过大 无法通过消化系统正常排出 经过与家属沟通后 医生决定通过内静 将钮扣取出 通过内静能够看到 钮扣卡在十道入口狭窄处 由于钮扣表面光滑 增加了难度 在医生的努力下 十分钟后终于将钮扣锁住 随后缓慢退出内静 顺利将钮扣取出 据了解长春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内静科 已经接诊过多例 消化到义务的患者均成功取出 正常情况下 孩子吞食的义务如果比较小的话 可以经消化道自行排除 那么今天这个情况呢 就是孩子吞食的义务 大概直径有两厘米 正好这个义务就卡到孩子的石管入口地方 没有办法自行排除 就即便是这个义务进入到位当中 也没办法由消化道自行排除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提醒各位家长 一定要开护好孩子 让孩子远离这些危险 如果一旦出现了孩子吞食义务的情况 那么请家长及时带孩子就医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本周我们栏目还报道了一件 让人挺着急的事 就在长治市民生家园小区 仅仅两天的时间里 小区里二十余栋 一板一十扇楼道门被他人拆卸一空了 天这么冷 直到目前为止 这楼房的各个楼道门 仍然处于敞开的状态当中 而且大多数的门 还是当着居民的面拆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看 10月10号 记者来到了长治市路远区 民生家园小区 在场的业主和记者说 在8月1号那天 小区内突然来了几位陌生男子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前提下 直奔小区的楼道门而去 那天一听早起来吧 我就在家 我就听光当光当光当 一瞅到楼下 那门给整下来了 我问他嘛 他就说 那个政府换门 高不高兴 我说当然高兴了 政府换门还不高兴 当时他卸门的时候 那时候能没问吗 我们问题为啥卸门 他说是 那啥换新门 那你说谁能不小心呢 是不是肯定小心了 业主们表示 由于小区的楼道门 已经使用近十年的时间了 部分门已经出现了破损情况 面对这几位陌生男子 卸门并承诺换新门的行为 大家都以为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经过他们逐步的了解 发现换门的事 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天的时候 把他拆到36栋的时候 36栋那是新门 眼睛那个新门 你拆人的时候 眼睛质量都自己拿钱更换的 都采更换的 所以说眼睛就不让拆 人家说你政府换门 你就别拆这个了 但他不干 他说你新旧都得拆 往这样眼睛跟社区 打个电话 先沟通一下的 说政府没有 没有给换门这种行为 我们就感觉到 那这门没了不行啊 我们得找啊 是不是大家就报警了吗 业主们表示 经过报警之后 辖区派出所民警 立即将嫌疑人控制 部分被拆掉的楼道门 已被查获 目前存放在了派出所 记者了解到 两天的时间里 嫌疑人将小区 二十余栋的楼道门 全部拆掉 这天天太冷了 风也特别大 我们自己就真的没招了 我们自己是整个 破木头门定上了 马上都冬季了 我们所有的管子 包括暖气管子 和那个自来手管都在一楼 希望相关门门吧 给尽快解决 业主们说 两个月的时间里 社区人员 曾经做过入户调查 协调如何安装 楼道门一事 但始终没有结果 主要是把门安上 不管是我们自己出钱 还是启动物业维修基金 都可以 就是说早日把门安上 因为天吧 太冷了 我们就想像旁边小区一样 像福建小区一样 他们都已经把这个 都已经换了些门了 我们就想跟他们一样 其他啥都没有 十月十号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路远区 青年路街道东方社区 经过沟通之后 社区工作人员 详细介绍了 此事件的经过 并表示 目前长春市民生家园小区 一共110山楼道门 被嫌疑人卸掉 把我们所有的居民 给蒙骗了 但是我们的居民 和社区的网阁长 当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立马上报给接到 跟接到核实 然后接到说了 没有安排这个行为 然后我们的那个居民 和网阁长 立马打110报警了 报警之后 当把他抓走之后 立马就确立为是盗窃案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社区临时成立了 八个办事小组 逐户到居民家中了解情况 但居民对于 如何安装楼道门的意见 并不统一 并将实际情况 向街道相关部门 进行了汇报 经过多日的协调 相关部门给出了 三种次事的处理意见 只要多数业主同意 就可以执行 第一种方式呢 如果要是旧门 要是没有损坏的话 可以回收的话 我们可以回收 给居民重新安上门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如果说居民的那房道门 要是损坏了呢 我们就要开始 要启动物业维修基金 为居民那个 更换那个新的房道门 或者是大家 积一下钱 然后共同那个 来购买这个房道门 待会儿的想法不一致 工作人员表示 经过协调之后 已经有九个单元居民 同意启动物业维修基金 重新更换楼道门 联系这个市房地局的领导 协调完之后 现在就是说 答应积极配合我们 把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程序 做到最短 能够尽快的推进 把这个门安装上 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重点是协调居民 能够尽快达成一致 把楼道门安装上 做好冬季保暖 接下来将会组织居民代表 通过诉讼方式 追究嫌疑人 损坏楼道门的赔偿责任 对于此事件的进展 我们栏目将持续关注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静止 由我们第一报道栏目 强力打扫的 家装类型目装修进行时 林河吉林省市内装修协会 共同推出免费业房公益活动 特邀权威专家组 为您免费毛皮房验收 免费监理 免费甲权检测 正在进行当中 2018年年初走用 从外地来场的李女士 在长春市 买了一套小户型的养老房 计方之后 李女士就着手开始装修 并且进了一些家具 装修过后 担心装修污染会造成 室内空气不达标 李女士是迟迟 不敢办理入住 那下面我们也走进 长春市民李女士家 看看她家的甲权含量 是否超标呢 我买了她养老的房子 刚刚呢装修完了 买了呢一部分家具 我就听说吧 这个甲权对老年人 对儿童 危害特别大 我有点想搬进来 还不太放心 我是第一报道的 忠实观众 每天呢我都 到点就打开这个电视 我看见第一报道呢 也打了免费 为老百姓验房 为了健康着想 我给电视台打了电话 检测师张林林 通过大气采氧器 进行20分钟的 室内空气采集 并将收集好的 含有甲权的吸收液 存放于笔色屏内 然后滴入甲权显示液 手握加热15分钟后 放入甲权现场测定仪中 进行光谱分析 根据打印出来的检测结果 检测师张林林 给出了这样的判断 通过现场 对李女士家 这个空气检测 最终检测出来 李女士家 这个空气当中 甲权浓度是 0.155毫克 每立方米 可能李女士 对这个结果 非常意外 因为在整个 装修的过程当中 李女士 只选择了一张 板材的床 一个板材的衣柜 那之所以造成 李女士家 室内空气甲权 含量如此之高 主要原因呢 在于李女士 这个是一个 小户型的房子 因为小户型的房子 面积小 空气的流通度 比较差 所以说非常不利于 室内有害物质的挥发 根据我们 以往的实验结果表明 在这个污染源 相同的情况下 小面积的 这个室内环境 它的污染浓度 要远远高于 大面积的 这个室内污染环境 的污染浓度 对于那些装修后 急于入住的业主 检测师张林列 也给大伙 提了一个 有效的小建议 对于一些 比较着急入住的业主 在设计上 尽量做到科学合理 减少对装修类 建材的使用量 同时呢 在这个家具的购买上 也要注意一些 尽量减少 这个家具的数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包括建材 还有我们的家具 希望业主呢 都能完全购买 这个符合国家 环保标准的产品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 会减少 这个室内污染物的产生 同时呢 大家还可以选购一些 像商场的这种 样品家具 包括一些质量 比较好的 这些二手家具 这样呢 在对于室内污染的 控制上 有很大程度的帮助 业主李女士直言 家里甲醛检测的结果 证实了她心中的疑惑 也让她对甲醛的危害 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一报道组织 这样的公益活动 是送给老百姓 真正的实惠 原来我想搬进来住了 但是结果一出来了 超标两倍 我真的不敢住了 老百姓嘛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但是今天 宴房司和电视台 真的打破了这种说法 把免费的午餐 送到老百姓的口里 推出的 这项宴房计划 真渴老百姓的心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近日有我们第一报道 栏目联合吉林省汽车协会 特养二手车专家 维修专家 推出一车会议后的大喜工艺活动 正在进行当中 买卖二手车 专家帮您免费验车 维修疑难杂证 专家免费帮您诊断 还有新车选购 保险理赔 汽车维权等等 只要是有关汽车方面的事 有问题您尽管问 需要帮助您尽管来电 我们也将和各轮专家 一起带您玩转车式 最近长治市民高先生 开车上路的时候 发现问题不少 那先是途经 颠簸路面的时候 车就会发出异响 紧接着上路行驶 不走直线 这事把高先生吓坏了 直接把车开到了 汽车维修中心 根据车主高先生 描述的故障现象 汽车维修技师李小明 对高先生的爱车 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后 调到了车辆 出现异响的原因 经过我们的检测与分析 现在发现这个 检浸器它是 里面有油的 这个油已经完全漏霉了 导致了这个检震失灵 再加上高先生 他平时行驶的路面 还不是很好 导致了这个检浸器 现在出现的 咣当咣当的声音 这个检浸器正常来说的话 这上面应该是非常干净的 它现在是怎么样 像这样它都掉渣了 这个掉渣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检浸漏油 这油附着到 这个检浸器表面 然后在 因为行驶路面还不好 挂一层灰 它就形成了这样的现象 那现在它这个检浸器 是已经完全失灵了 汽车维修技师李小明 告诉记者 如果检浸器失效的话 除了影响 行车的舒适性之外 对汽车的操控性 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此他建议车主 发现检浸器 出现漏油的现象时 要及时进行更换 相对于舒适性的损失 潜在的安全隐患 更为重要 检浸也经过一个 要大的一个空包路面 把检浸蹲变形了 那这个检浸呢 是对轮台起到 一个支撑作用的 那检浸都已经变形了 那轮台肯定就飘了 这个检浸一旦蹲完了变形 这个车是不走直线的 对于新手来说的话 这个时候 它的车不走直线了 就会造对它的一个 行驶安全 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汽车维修技师李小明表示 行车的路面状况较差时 会加剧检浸器的磨损 一个好的行车习惯 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有效地延长 检浸器的使用寿命 这个检浸器吧 其实没有一个 固定的保养周期 但是为什么有些车的 检浸器在容易坏呢 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些车主 它行驶 平时行驶的路面不是很好 比如说我经常 在颠簸路面上行驶 这样呢 它会导致一个 减震的一个加速它抹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驾驶不当 在正常的颠簸路面 咱们比如说 明明就是40麦的速度 咱们行驶 可能它以70以80的速度行驶 那这种情况的话 也会加剧它减震的磨损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今年8月初 东辽县赵家村 经常出现一个 陌生男子的身影 自称的是新来的副县长 没事就骑着摩托车 走东家穿西家 一会儿说帮村民申请草房改造 一会儿又说帮村民申请医疗补助 事是一件没办成 村民钱倒是没少品 东辽县赵家村的 李先生的房子 已经很破旧了 一直想对房屋进行改造 自己正为此发愁的时候 好事便不请自来了 拿了30元钱之后 这位自称是副县长的男子 又来到了居民金先生家 他发现金先生腿有问题 随后以帮助金先生申请补助为由 骗了金先生500元钱 不过该男子第二天再次来到金先生家 说有急事要他帮忙 还指望人家给办事呢 金先生毫不犹豫便给对方拿了3000元钱 不过没想到过了一天 这位副县长又向他借钱了 这次让金先生起了疑心 随后他把情况反映给了他们的村主任 队长给我打电话说那这新来的现场 我说怎么回事吧 他说他下来那什么 我管我借钱 说那个他出车祸了 我说不是骗着 他说不能 我说你稍等吧 放下电话 村主任接上摩托车 就赶到了金先生家 到现场大约10分钟 过了一个骑摩托 骑摩托 我就是搞眼神 一手 我说这个是他吗 他说是 我就把它控制住 我说就进入 我说你是哪的 他说我是新来的县长 我说你叫啥名 他说叫杨凯 我说好 经过核实 这位副县长原来是个末牌货 随后村主任报了警 我们赶到的时候 将这个犯罪嫌疑人带回派住 经过询问 这个嫌疑人 是有过两次前科 一次盗窃 一次强奸 由于生活结局 突发奇想 以这个冒充副县长 这个理由来行骗 目前犯罪嫌疑人 已经被刑拘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第一报道 用评广言报道 吉利省作为全国的农业大省 农特产品一直备受到好评 包括大豆 玉米 以及北方特有的水果等等 都可谓是我省农特产品的谋犯代表 那除了咱们省的有名特产之外 其实在五国 还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农特产品 在本月的16号 17号 即将举行的 蔚南名优农特产品 吉林展销推荐周 来自陕西省蔚南市的朋友们 也将为我们带来 属于陕西特色的农特产品 位于关东平原东部 作为陕西东大门的 蔚南市 所有华夏之根 文化之源等美誉 尤其是其位于暖温带 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 黄 胃 落 三合在此交汇 使得这里光照充足 雨量适宜 土壤肥沃 成为了世界上符合 苹果气象生态指标的 最佳优生区 同时也是梨 葡萄 枣 桃 桃 猕猴桃 柿子 核桃 花椒 等多种作物的优生区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也造就了 蔚南水果品质优异的特点 白水苹果 蒲成苏梨 大力冬枣 林味葡萄 荷阳红蹄 这些富有地域美誉的水果 也在不断地吸引着 喜爱水果的各地朋友 为了让独属于蔚南的农特产品 让更多人熟知 蔚南市的相关部门 也开始不断地开展 蔚南名优农特产品的 展销推计活动 那在本月的16号和17号 蔚南的农特产品也将走进吉林省 进行为期两天的推介活动 截止到目前 来自蔚南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加紧准备 为的就是让省内参展的朋友们 感受到独属于蔚南的风土人情 以及独属蔚南的农特产品 此外 在本次举行的推介会上 我们公共新闻频道 也将对此全程关注 并将以线上直播等多种方式 为电视机前的观众 呈现出我国西部的果香蔚南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人们常说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阅读会让人即使足不出户 也能增长见闻 平静内心 提高修养 特别是在如今的时代 比起物质的富有 人们更加需要精神世界的充盈 为了推动全民阅读 长春市的一家多功能 现代化书院 在今天正式启目了 10月13号上午 长春市一家现代化书院 天光书院正式启目 书院内记者看到与墙面齐高的书架上放满书籍 阶梯与沙发都能方便读者阅读修器 并且现场还布置了活字印刷体验等文化活动吸引读者参加 读书的种类要很全面 有上万种图书 中外文的文学类的艺术类的 人生啊小说啊什么都有了 然后主要图书以外 我们想打造的是座谈会读书会展览 这样的一个读书的一个体验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入侵我们的生活 使我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碎片化的阅读占了主流 能够沉静下来阅读一本纸质书籍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在这样的数字化时代下 我们更应该提倡人们重新走进书店 或是新型的现代化书院 捧起一本有温度的书 安静思考充实心灵 我们从读书的种类到水吧到咖啡厅 到打造这样的一个能够静下来 能够真正静下来 能够滋养灵魂的一个读书殿堂 主要就是推动全民阅读 然后重新拾这个阅读精神 觉得这个特别好 最起码我在常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 就是大型的这种对孩子阅读的培养 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希望他每天都能泡在这个属院 第一报道 乔好张强报道 由吉林省科协 省科技厅林和主办的 以创新创业方法先庭为主题的 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 吉林赛区竞赛节地上务举行 想要通过中国科协和科技部 共同搭建的全国性创新方法大赛平台 实现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的推广应用创新方法 助力创新创业 本次吉林赛区共吸引全省100余家企业的295个项目报名参赛 涵盖了电子信息 互联网 新材料 生物医药 先进制造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等领域 经过网评 寒评环节 最终评选出30个优秀项目入围分赛区决赛 本次大赛将评选出特登奖5个项目 并将代表吉林省参加首届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 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就是说我们这次通过创新方法大赛得出的一个成果 这个成果就是叫高压油水井的代压开孔装置 目前现在我们这种装置的话 制作费用基本上属于零 因为都是利用我们费旧的生产物资做的 每个汉墙喷嘴大概能节省6块钱 那么一个汉墙一个月14个 一年下来就是节省了288元 那么全场我们将近3000名汉墓那就节省了将近不到100万 那么要是在国内或者世界推广 那一年下来可能就是创新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竞赛秉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每对选手经过上台自由阐述参赛作品 和解答专家评委提问两部分考核 并现场公布所得分数 各位评委专家从技术问题的创新难度与等级 应用创新方法解决问题流程完整性 创新工具使用数量 创新方法应用水平 创新方法实际应用效果与效益等方面 对参赛项目测评打分 这次大赛是首届的中国创新方法大赛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参加了前两届的中国科学举办的全国创新方法大赛 我们在去年的这两届大赛里 吉林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今年用大赛来展示创新成果 用大赛来推动技术创新方法 在企业的进一步深入学习 让创新方法更好地助力吉林省的工业发展 本届大赛实现了企业与科技管理部门的有机结合 不但作品种类丰富 创新性强 使用性高 各企业的踊跃参与 为大赛增添了不少的亮点 比赛中看到了众多创新型人才的特色项目 经过了专家网评及寒评阶段的层层把关 最终脱颖而出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又到了欢会给大家推荐好吃的时候了 据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是一家融合烧烤 据说这家老板是个吃货 一出现必定有推荐 那咱们东美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尤其在长春 这烧烤种类简直是太多了 比如说有什么农安烧烤 得会烧烤 酒台烧烤 以及等等等等 很多烧烤 对不对 但今天呢 欢呼我找了一家烧烤店 他们家应该属于 融合烧烤 是哪一家店呢 随我的手势看一下 老板是吃货 一看店名就知道 这家店的味道 应该差不了 走了 那现在就在我旁边的这份呢 就是老板是吃货的李经理了 李经理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哎呀 今天我是录制烧烤店之前啊 我其实已经来卡卡过一次了 我觉得很好吃 所以今天要强烈的推荐 给我电视前的小伙伴们 不过这个 这个各种香味 现在已经进入到我的鼻子里面了 我现在就尽量的忍 李经理你抓紧 抓紧最快的速度 我们来给大家 做咱们家店的每个特色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太香了 目前摆在桌子上 都是我们主推的特色 我们主推的特色呢 那么就是 秘制牛肋条 望京小腰 大油边 秘制鸡翅 包括我们的小牛肉 这是我们烤串类的 这个大油边是什么 我这一般烧烤店 我好像真没太注意到这个了 大油边呢 这是我们从锦州烧烤那边 学过来的 它是锦州烧烤的一大特色 它属于是猪身上的一个鲤脊 就是猪在护心之下面鲤脊那一块 咱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唱歌吧 好吗 像女士们一般的比较喜欢吃的 就是我们店内推荐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秘制的牛肋条 怪怪秘制牛肋条 我先透一下 它不是咱们正常吃小好的那个味道 它的口味有点偏甜口的 对对对对 而且我发现咱们家这个烤串 它总体来说就是外边的那个调料撒的好像都不是特别多 它这个上面没有什么调料 对啊 没有任何的天然气 只有熟汁嘛 烫烤鲜鲜鲜鱼板 这个鲜鲜鲜鱼板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酱是非常好的 我们这个酱是综合了就是这个全国各地这个烧烤 我们最后而总结出来的这个酱 用到这上面包括我们的这个食材 大家就记得食材呢 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 这种新鲜的食材配着我们这个秘制的烧烤酱 口感会特别特别的好 作为咱们家的川普 你认为特色的招牌的大概有多少种 大概能有15种左右 特色招牌的 对对对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捞汁千层鲜 这个呢是我们店内的一款凉菜系的 它的汁特别特别好 包括我们这个鲜 那我面前这个肯定是叠鱼头了 对 这今年特别火的 对对对 这个咱们家这些叠鱼头有什么样的特色 我觉得视觉上感觉它可能个头又 因为吧就是我们对这个东西也是研究了很久的 那么小的这个口感肯定没有这个大的好 这个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工艺熬出来的 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猪肉鲜的肉皮直接剔下来之后 然后呢 把皮处理好 处理干净 处理干净了之后 直接改完刀之后 下到锅里边 这样说的话呢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对对对对 上锅 但我们这个就是老式的锅包肉 老式的就是属于这种我觉得老式的锅包肉属能大众口味 就是大家都能接受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励志要做品质 那么做品质的前提呢就是我们要用上等的食材 要用好的东西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前面 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里边呢其实是可以加碳的 它加碳 加完碳之后呢 上面会有一个帘子 然后呢 这个我们桌面这个炉子呢 它起到主要的作用就是来热这个串 把串烫到上面 它自己就可以加热了 包括我们就是说 正常顾客来了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跟顾客介绍 就是说我们这个串正常上来的时候 是八分手左右的 如果说您要吃口感那些的 直接就可以食用 如果说您想吃老一点的 放到上面自己就可以加热了 自己就可以加热了 对对对对 然后是想再焦一点的还是像什么样 对对对都没有问题 完全可以掌控了 那你看李建里咱们今天也是给大家 加差不多咱们的特色了 那今天给大家送点什么福利啊 我们给大家送了二十份的霸王餐 单品价格就单份价格是价值一百一十六元的 啊二十份是不是 对对对二十份 打赌了 第二天的观众朋友们 还是那个熟悉的汉码88501234 赶紧进行抢线吧 咱们老公就要请让二十位孙女朋友 将会获得由这个老板式吃货 提供的价值一百一十六元的免费套餐哦 好了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接下来再和欢欢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影讯了解一下 最近有哪些大片正在热影 今天影信要整时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欢欢 我们的抢票活动仍在进行当中 如果您能够说出我们今天所介绍 三部影片偏名的话 那就赚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票电话 88501234 请抢线吧 答对问题的前三位训练朋友 每人都将获得由中永剧目国际影城 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影片 是功夫联盟 这部影片主要为我们讲述的主人公啊 因为经常总受欺负 所以就许愿 希望四位宗师能够给自己当把师傅 然后打败那些欺负他的人 别说四位宗师真的来了 而且我们的主人公呢 在四位大师的这个身上 也学到了功夫 还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不过这个现代社会 给四位宗师带去的反馈 那就有些不一样了 万华尼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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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黄飞鸿 那么还是周杰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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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片《我的间谍前男友》 在这部影片当中呢 是主人公的男友 因为是国际间谍嘛 他们也被卷入了一场 国际纠纷当中 因此也是上养了一对 惊心动魄 有啼笑皆非的 国际冒险之旅 要说姐妹们啊 找男朋友一定要 擦亮擦亮双眼啊 什么我找到 targets are too dumb American wome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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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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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